哈喽大家好,我是SAMN 来今天跟小伙伴们玩我们的OBJ 268 这台的话作为一台驱逐坦克来说的话 它现在它的口径的话是单发伤害的话是690 很恐怖,如果你喜欢玩一些 像是比如说后援或者是补助 甚至是说一些中距离 这台的话都非常的强 而且它出了名的隐蔽非常的好 很难被发现 如果是说你定点就是进行一个主机的话 它非常的好玩 来今天的话我们来玩这台 SAMN很久没玩它了 第一场的话小九大十几方 对面也有268 OK行来 268对抗268 150的话开场开了一炮 完蛋了 它没有想要点亮的样子 EB这边的话很像是要去前面 来算了我们看在EB有来的份上 SAMN这边的话还是选择打一个正面 因为它不是占领战 它不是占领战的话你去VC点 的话会比较 也不是说没有意义啊 只是说比较难打一点 因为那边的话都是平地比较多 我们上天桥这边 OK 居高零下 ST1跟T921的话 哦哦哦哦哎呦我天啊 T57被爆弹药价 我们的T11015 OK哦这个是巨大优势哦 我基本上还没到它已经被爆了一个弹药价 这场的话稳了 然后ST1这边的话跟T92的话是在 是在我这边啊OK现在有个情况 我可能会被它们绕也有可能不会 我们这边的话来 刷它一炮702 它打我没穿耶 OK哦SAMN的运气很好 EB这边的话要过来了 它看见那个T92没血了 我们的T30被 他们的那个183带走 这样的话我们先带走这台 对先带走 哦甩炮 先带走它这台 ST1跟我们一打一的话是不可能取胜的 他们后面的话有一台那个大伏 OK这边的话切一个高爆弹 把他们大伏带走 ST1这边的话可以先不理 为什么因为大伏在前线哦 它在一个比较会针对到我们队友的那个位置 所以这边的话来 ST1它没办法一瞬间把我带走 所以我们优先处理掉队友的压力哦 OK哦这台ST1我们可以放着 慢慢的跟它打 它不是主要的威胁啊 因为你基本上你打到这种状况了 你还在这个位置就代表说 它的战力其实是不太够的 所以不用担心它 而且它已经被我带走了 S7 来第一场的话拿下了哦 T57被爆弹药甲 OK小伙伴每次问我说为什么我能知道他们有没有装备 或者是说为什么我能一边看他们会不会被爆弹药甲 或者是说一些就是Summer你们会觉得我为什么会这样说 其实都是经验来的 我这边的话来那台刚刚是T57嘛 对这台被爆弹药甲我还没有我还没有点进去哦 我可以跟你们说它大概率是一个新玩家或者是刚玩不久的玩家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 你看三本没说错吧 7000厂 妥妥的刚加入的玩家 我这种时候为什么一台T57会被爆弹药甲 你说是我们的T11015运气好吗其实并不是哦 主要的我更认为它可能是银币不够 它没开装备对它没开装备的情况下就是这个 我们生命力第二个第一个那个装备的话就是这个 改良型配件哦它能增加战车的那个弹药甲的耐久度 很多玩家因为银币银币不够所以它这边的话它是没有开 没有开的话它被爆弹药价的几率 哪怕它不是IS7都会比一般正常的车还要高 因为装备的话就是加强你的战车 你没开的话你被爆弹药价你千万不要说 我今天我开了我开IS7就应该被爆弹药价我开60TP就应该会被爆弹药价 不是这个问题哦最主要的问题几乎很大概率都是在你没开装备这一项 所以不要说IS7跟60TP啊T57你只要位置对了然后再加上你没有买那个装备 你被爆弹药价的几率其实比一般那种有开装备的R7啊60TP更容易爆 所以小伙伴这边的话不要觉得说我没买装备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其实非常的重要尤其你来到实际方的如果你银币不够的话 你没办法开装备的话你可以暂时就是先不要玩实际方 去玩那种金币车啊或者是收藏车 先把你的那个银币转起来然后再挖我天啊T2013 他把我顶出去了 OMG我就奇怪刚刚我在瞄准的时候为什么会移动哦 OK没关系至少他有击穿然后这边的话来 那个100给他来一炮然后我们这边的话要摆一下 OK对稍微的摇一下就行了 因为距离够远哦他不一定能击穿我们 然后这边的话来这台T2013 我们要小心一点他刚刚有点挡到什么了我们这边的话要小心 然后切一个金币弹 OK开炮 这一炮的话我有穿E3的话没穿 算了来的话是一人穿一台然后后面的话已经来人了我们的 我们的中型坦克哇我天啊这两个大哥这个T22跟T921的话在干嘛 OK这场危险了 中型坦克没去帮忙哦OK这样的话这场要输 哇哦 OKT921的话被带走了我们的T22那边的话在家里打酱油 OK这不应该哦 天啊你玩中型 你玩中型你不敢去那个什么完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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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完蛋了我们这边的话要卡这台 OK我没卡住没卡住的话我的屁股是肯定没救的了我们这边的话 多开一炮吧 OK我就只能这样了E3这边的话 来了可是没用 我们来看一下这台T22在干嘛 没家工会的啊OK没家工会 后面来人的他都不知道 他还在前面想要黑枪 黑你的大鬼头来准备输吧 输的幸福口福啊OK你基本上 你不要说什么Summer60%什么 遇到这种的话Summer也是无解的除非对方给机会 你看这个这个T22 他连那个驾照都有问题 OK这个的话是回天法术 OBJ752这边的话基本上也是在打一个 定点啊 OK哦重型坎克的话多多动 不是说你不能在这边主击 你要在这边主击的话你也要看一下那个情况后面已经 后面已经因为两台 两台中型型被包饺子了 他还不回头 OK 算Summer15 Summer开场的话其实我也没有注意到那 我们的T22跟T92没有过去进行一个点亮 导致他们的30V 还有一代165非常聪明的绕后 而且是在蛮快的情况下绕后 183会被带走 没错 可是我们的E3的话是 救不了了 752没家工会 S7没家工会 T22没家工会 OK这应该是新手局啊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752 还能再多开一炮吗 OK开是开出来了没穿 没打中 第2炮第2炮 OK来第2炮也没机会 哇 这民众力堪忧喔 来我们的第2场没能取胜 Summer今天还有那个 还可以 还可以在那个什么吗 我阻挡伤害的话 2700 然后伤害的话2000多 OK这个T22的话应该 新玩家 8 869场 然后分数倒扣 还有 还有T92 T92 OK啊来Summer 就不管他们的 发现两个敌人不足力 2400 来第2场的话 没能取胜 E3这边的话 打了一个4000多 4000多也是 就是 完全没用喔 你遇到这种中庆星 不会点亮 然后不会做一个拖延喔 就是围在人群中 寻求 寻求保护的这种中庆星喔 你要赢的不太容易啊 来第3场 王朝明珠 我看一下 1台2台 2台没加工会 然后中庆星的话 也是2台 T92 OK这个的话危险的 你看这种场的话 他们不会想要去C的 他们一定去A的 所以我们 我们也学聪明一点 来Summer跟着 跟着小伙伴们一起走好了 我是不会这样打 正常情况下 我是不会这样打 可是他们要这样打的话 我们只能 只能拼一下了 我看能不能拼出一点 拼出一点奇迹啊 来Summer这边的话 我们往前走 T77 T77亮了 然后这边的话 好好瞄准 好好瞄准 对给他来上一炮 当人不让 他们那边的话 基本上跟我们的 跟我们的 跟我们的水平都一样喔 OK喔 都是选择走这边喔 来这台的话 先刷一下 你要打我吗 OK他本来想要打T30 我打了他一炮 他选择打在我身上 然后他没穿 我们很进攻 来喔 这台很可爱喔 来再见 来不及挥手 777的话在这边 来我们进攻 我吃你一炮好了 对我 我可以吃你一炮 OK喔 你不一定可以吃到我一炮 来刷你 OK漂亮 T30跟我配合了一波 然后E3的话在前面的位置 我们小心E3 E3开炮了 OK漂亮来 TR015现在成为一个把子了 刷 直接带走 E3撞天还有三四秒的时间 我们有机会往前喔 然后这一炮的话 吃不吃 我觉得不要吃 对我没把握吃 来这边的话 他打我吗 OK他打我 还是我吃了啦 对我小伙伴不够快 然后800 837 837还能再吃他一炮吗 很像不太行了 OK不太行的话我们就不要 我们让老鼠去吃 让老鼠去吃 OK他要来 来这边的话切 刷他 我们的 我们的小伙伴 OK他刚刚很像是打T30嘛 他没打穿 哇可以可以可以 来赢了赢了 所以说有时候 哪怕 那 新玩家多啊 或者是环境不好 他们的走位的话 你会看起来很奇怪 可是你也不用完全的否定他们 我们有时候像这样 Summer 配合他们 还是能打出不错的成绩 不过 重点是 你伤害要拿起来 像这场的话 Summer 就拿主伤害 而且我是打一个 比他们更前线的前线 所以能赢的话也是因为 我没被带走 如果我被带走的话 OK他们的进攻能力可能就 达不到这样的等级 所以很有可能就会被翻了 所以主要还是看打法 不是说 不是说一个人可以可以打得很好 还是要看机会啊 像这种 我敢直接出去 然后开了炮 我还能缩回来 正常情况下这边有两台 可能新玩家 他就不会这样直接开出去 然后就会变成一种 一种很被动的胶着 我们就不要这样 因为我们会玩 我们就不要这样 来第3场的话 靠运气 拿下了 打了一个6000啊 OK哦 哇我天哪 我有6000吗 Summer 刚刚说我是主进攻 OK哦 来这边的话 我确实 我确实是主进攻 你看 老鼠这边的话 基本上 我打到一半的时候 他已经在我身边了 可是他的伤害完全没起来 然后 62A这边的话也是 完全没伤害 然后最可爱的是T921 OK哦他开场他不敢点亮 他直接跟我们走 然后 T30的话来上门要给他一个赞 他配合我收掉两台 让我少吃两泡 所以才能打出这种伤害 发现两个敌人 补助0 打了604的伤害 OK 来进我们的第4场 小伙伴喜欢驱逐场 如果是说 你喜欢在后面 我们简称的补助 说难听点叫黑枪 OK哦如果你喜欢这种的话 然后你 你可能看中了1823 千万不要 我情愿你去念这台 OBJ 268 会比1823 墙上 好多好多倍 基本上你说他的口径 他的隐蔽 然后他的装甲 他的DPM 他真的算是一个非常应该是目前最好的后援的那个驱逐场客了 可是SUMMER把他打成了一个前线坦克啊 所以说他很万能 SUMMER觉得他很万能 喜欢的小伙伴哦 这台的话我更推荐你们念 千万不要念183啊 你拿来娱乐的话可以如果是说你经验有限的话优先研发268 这边的话第4场的话SUMMER没上 因为我的重型 我的重型也很慢 所以我这边的话 没上是无所谓 我看一下 不要抢他们的那个 蜂芒 让他们自己去一个那个什么 然后这边的话来这台T57 OK他还想出来 我觉得可以上了来我们要上 我这一怕没打中 我这一怕应该要打中 我们这边的话来来来来 SUMMER打字 我鼓励一下他们 上上上上上我们进攻吧 100这边的话还跟我停下来 不要停下来直接上 T30在这个位 T30我打不到 他很像要探头了 对T30很像要探头 来不要挡我 对不要挡我 然后这边的话先刷他们 然后 土龟T57 我们的小伙伴一台被带走了 OK那台268要优先带走 然后OK来268带走了 然后这边的话T57在这个位置 我们小伙伴那边的话已经被打了 所以我要硬吃这台 我要硬吃这台 来一个高爆弹 838硬吃他 然后 大牛那边的话打了尾炮 他们后面的话要来人了 我们快速的清掉他们的那个大牛 快速清掉他们的大牛跟那个 T30 对这两台的话要快速的清掉 切一个那个什么 来再见来不及回首 让我们小伙伴建立起自信 T30那边的话要打我 来我们这边的话OK 对 屁股看着他然后用障碍物躲一下 低点那边的话来了 来了一台那个什么 来这边的话刷他 对吃他这一炮 我扛吧 对我扛我扛 这一炮我扛 他们他们剩三台了 我们这边的话很进攻 这时候小伙伴会为了打输出 愿意进攻 所以应该不太可能会输了 来第四场的话拿下 T30骂人 你其实不用骂人啊 这个就是合作的问题 OK他们没错 T30也没错 只是说 这场的话 这台268很坏 OK来喔 Summer很坏 我这边的话是进行了一个等待 可是当我发现不行的时候 我就快攻了 来再见来不及回首 转型非常非常的慢 可能成员了 没有100% OK Summer都是靠经验的 为什么这台起重机开不出炮 我照理来说如果我心算的话 他就算是第3发装填 他的炮应该都要开出来 所以很显然 没买装备 不然就是成员没有到100% 这场的话 一样是打了一个 3000 OK来 其他的话就不看了 OK 装备的重要性 你看 第一个装备就是你的DPM 跟你的穿身 当你没买装备的时候 你少了这两样 OK 这两样只能选一样 你少了这一样东西 你就基本上你一进入战斗 你的战力的话就跟别人差了 不是一点点 是非常的多 你看 总DPM的话是 3073 你加了过后 2800 你加了直接到3000 OK 差了这个就会像刚刚那种情况这样 可能起重机没买 然后他的DPM 上不来 然后就变成我装填的时间 我就把它带走了 OK 没有 这就是装备的重要性 然后还有那个 物资啊 OK 大食物 小食物 大汽油 任何的那些 物资或者是消耗品 你少带一样 你就是输别人一样 真的 不骗你 不要跟我说 省钱什么 那 省 省银币那些 他们新手的时候 我也有经历过 我觉得银币 银币就是 比买装备那些 就是要省钱啊 比拿来花买装备装消耗品那些 更好 OK 我情愿省起来 这是完全不对的 小伙伴千万不要这样想 你有装备有银币的话 有消耗品有物资 绝对是更好 来进我们的第五场战斗 完了下雨了 还有上面拍影片你就跟我下雨 来第五场的话 中心行三台 OK我感 这边的话下雨了可能会影响收音 如果是说 小伙伴听不清楚的话 可能有噪音的话要多多见谅 因为最近的话 上面工作不只忙 而且他还经常下雨 导致我没有办法专心的拍片 所以这边的话如果是说小伙伴听见杂音的话 多多见谅 第五场的话 三台中心行 所以我下意识的走了这个位置 然后他们的T22这边的话 很奇怪 他T22这边的话是直接过来的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能不能抓到他的那个 907 抓不到 哦 T22在这边啊 907这边的话探头了 来刷他一炮没刷中 OK他开炮了开炮的话我们就进攻吧 这很冒险 对还要可能还要吃一炮 OK来来来不用没吃到 没吃到的话 那907这边的话来 刷他一炮 小伙伴那边的话要上吗 我们让小伙伴进攻 我在打字 我在打字 然后有一炮没穿 OK这样的话来 他又没穿 再见来不及回首 OK T22这边的话又没穿 往前压 哦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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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了 OK收音会被影响 小伴多多见谅 这边的话来 T22这边的话要跑 然后驱逐的话有一台 哇 哎呦你还不走 你还想打我 这台T22很坏 他还想要打沙门 哈哈哈哈哈哈 OK啦来我们直接当 Ending 场了啦 因为下雨了 我们今天就玩 玩五场就好 哇哦这边还有一台 那个T22 OK不要理他来T22 我们切一个那个什么 我们穿 哎雨又停了 他很像要下不下 我们这我们 等下再看好了 对这边的话 先玩着 现在的话收音又OK了 然后 然后 哎呦T2015 183 你看到上面很危险 我刚刚其实会被打的 183在挂机 OK这个的话说的通了 来这边的话 刷他一发高爆弹 打他侧面的那个炮塔 没有击穿 OK我击穿不了 第五场能赢吗 OK已经赢了 现在就散 现在现在就看这台183 OK我 OK来来来 他不出来 T2015的话跟老鼠 扛 扛线的话 没什么扛啊 基本上都是在躲 我们这边的话上去 上去打多一炮 上去打多一炮 来再见来不及挥手 很像还能再打多一炮哦 我没被击中 15这边的话我是能吃他炮的 对15的话 上面是能吃他炮的 我们看一下我还能多打他一炮吗 来 OK有吗 有547 对五场的话也拿下了 小老板每次说 上面你能不能出一期什么教学教学 其实上面每一个影片 都有教的成分 只是我没明说 因为上面不是那种 什么职业玩家 什么很强的玩家 所以你叫我说教学 有些不喜欢上面的人 他们就会觉得 你又没多强 你干嘛出什么教学影片 所以上面就不要 我们就开心玩了 来这场的话 打了一个3283 发现0 这样的话也是我带头冲 907 300一场 新玩家 完完全全的新玩家 268拿不死了 所以运气是不错的 现在的话是赢了 很像优美下雨了 赢了 赢了市场3000 然后 2400的话没人取胜 然后王朝明珠的话6000 第四场的话3000 然后运河的话也3000 小伙伴给了我一个赞 OK我们这边的话也给他一个赞 NX30比高手非常非常的厉害 很像没下雨 OK来进我们的ending场 本来说玩5场 他现在的话 我感觉他要下不下的样子 应该还能再撑一场 我们马上进我们的ending场 ending场的话 ending场的话是王朝明珠 看一下ending场能不能赢 今天的话跟小伙伴玩我们的 OBJ704 不是啦 什么704 704是他的弟弟 OBJ268 OK 为什么 来我教你们怎么看 看看有没有装备 前面这台蟋蟋 加的装备 雪量超过1800 你看这台蟋蟋 雪量1700 一台蟋蟋会加 装甲吗 不太可能 所以你可以直接判定他 他是没买装备 他不是加装甲 所以这样 OK 一台没买装备的那个 来抱怨 抱怨这边的话 很像要过来了 来过来吗 他不过来 刚刚 刚刚亮我们的是抱怨 OK抱怨吃炮 他现在很有可能会移动 我们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来进攻他 OK他忍不住 他快要动了 他受不了了 你看他 他一直在 在被打 我们这边的话很进攻 我上去给他来鱼炮吗 我感觉我要动 哎呀他先动了 OK漂亮 我被亮 然后鲍鱼的话在下面的位置 OK这样的话 T30在这边的位置 OK可以哦 然后鲍鱼这边的话已经动了 然后老鼠那边的话已经被打 来这边的话先刷你 哦我的天啊 完了完了完了 三门没打穿这台暴鱼 OK然后他的那个小伙伴又打我 哇这台这台老鼠 哎呦咧 赶快高爆弹把他带走 oh my god来T30赶快躲他一下 哦我天我天 哎全部集合我 三门 三门出去 他也不是时候了 西点这边的话来T30 OK我又被亮 OK我又被亮 被亮的话躲一下 T30那边的话会要打我 对他会要打我 不要上去不要上去 没输出没关系 不要上去 我小伙伴那边的话已经赢了 对小伙伴那边的话已经赢了 然后T30这边的话 他开炮了吗 T30很像刚刚已经开炮了对不对 OK Ending场的话能赢 我要打谁啊我没东西打 哎呦我天啊来我去打T30好了 三门没东西打 他在追我们的那个 蟋蟀 OK他要开炮了吗 我觉得他要开炮了 我们 OKOK他上去耶 他没有想要打那个蟋蟀 然后蟋蟀这边的话是卡到我了 他回头了吗 OK他回头了 哈哈哈来Ending场的话我们躺赢 我们是直接躺赢 他们这边的话 OKT30 哎呦来呦再见来不及会手 他放弃了耶 他刚刚我 我看见他的时候 他很像是完全没动的情况下 OK这场的话打了一个7比0 他们就单纯的用血 用血吸他们的 用血量吸他们的炮 OK他们这边的话是 打了一个很糟糕 来Ending场的话 Summer只开了两炮 靠着我们的小伙伴取胜 OK我们来看这台蟋蟀 Summer说他没买装备 OK什么情况下会没买装备 新玩家 银币不够 我们来看一下他是不是新玩家 你看 4000多场 OK4000多场 你没有花钱的情况下 你单单玩 你不可能一直玩金币车 如果你单单玩金币车的话 你的银币可能够 可是 一般人来说不可能 新玩家多数都是一直在研发 银币车 所以他这边的话 他的那个 他的银币肯定是不够 所以 他的1700的血量 OK 我给你们看一下蟋蟀 蟋蟀的话 蟋蟀的基础血量是1700 你有买装备的话是1800的 所以很显然 那台蟋蟀 就是没买装备 他甚至可能连前面这些装备都没买 所以作为一台没装备 可能甚至没规定配给 然后没消耗品的那个 十级坦克 你是非常非常的弱势的 因为十级房的话 真的没有跟你在客气 没有说什么 我今天少买一个消耗品 然后装备不要开 然后少买一点规定配给 我靠着我小伙伴赢 或者是我靠着我的走为什么赢 不可能 你基本上你没这些东西 你要拿技术来填 更不要说你是一个新玩家 这是非常难办到的事情 所以这边的话如果小伙伴 你们经常玩十级 或者是已经来十级了 千万不要抱着侥幸的心态 消耗品 规定配给 跟装备 一定要开 哪怕是 不要说十级 你七级八级九级 你都要开了 只是说开多开少 而已来今天的话 跟小伙伴们玩我们的 OBJ 268 总共是赢了 赢了5场 输了一场希望小伙伴们看得开心 也祝大家游戏快 这边的话记得帮SAMMA点一个赞 大家点赞 是SAMMA制作影片的动力 这边感谢大家 下一期呢 一样还有其他坦克的影片 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咯 下一期见 大家拜拜